字幕君和字幕 由字幕提供 大家好又是我Coach Vuy 講了很多集,一些很基本的事情 相信大家都已經悶了 其實我並不是一個很實際的人 我是純相華而不實的 今天是完全輕鬆系列,求感系列 純粹想練習,一個喜歡籃球的人 實際的我懂得打,不實際的我都懂得打 一些插花動作,N1的動作我都會懂 例如後轉身,有人笑我不懂後轉身 我表演給你看,這些叫後轉身 今天我想教你如何訓練自己球感 剛剛見到,轉球這些簡單 另外在肩膀上的轉球應該都難理不到 這些如何由開始,一開始這樣練 今天教你一個fielder球的方法 無論拍球,和你玩花式,非常有用 第一件事我會教你用手背摺球 怎樣呢?拍,摺,摺,好像很簡單 看著,拍摺,摺,摺,第一件事你要控制到這個球 多高都好,跟著這個球動,拍摺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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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摺 是要放直線,但我發覺大家放的手不漂亮 就是因為你感覺不到球 明白嗎? 即是不會由下向上,可以黏著球的力量 試試放鬆一點,拍球,第一件事是走纜 你有這個力量,你應該感覺到可以這樣走纜 攪一下都可以,以前我攪大一點,因為現在跳不起來 當你控制到球向下,你就會拍球的時候 向下,向下,還有柔一點,明白嗎? 插花,柔一點,會柔一點 因為當你拍球的時候,一般人是很硬 很硬的,記住,我們拍球,混球,做花式也好 shake your body,shake 有快,有慢,有快,有慢,明白嗎? 不是,下下,獨獨獨獨獨獨 並不是這樣的,試一下,今天開始 輕鬆地感受一下球在哪一處,好嗎? 你看到很簡單的,ok 所以,下,黏緊它,只要練這件事 下,黏緊它,行不行?不容易的,好嗎? 我等你拍片給我看你行不行 今天這個完全輕鬆是你花式的,好嗎? 希望你可以練習,亦都玩多些籃球 享受籃球不同的樂趣 我真的不是一個很實際的概念,不過我實際都可以 OK,謝謝,好,今次完